在2017年9月推出了一個活動 當時2017年1月,我們推出了第一次電郵之後 我們整天都在煩著禮頓,希望這件事解決 其實我們講了一個很清晰的方案,就是種鋼針 其實這個很簡單,整個Copola和鐵本身就是用來承受拉力和剪力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種一些額外的鋼針進去 去承擔轉失了的剪力和拉力,其實都解決問題 至於百分比就需要去判斷,究竟有多少支去種下去是需要判斷 在2017年1月,其實地盤處境還未蓋起了自己結構 地盤其實仍然是很方便可以做到這種鋼針工作 其實就是穿過兩邊的連續牆外面 穿鋼針進去,種進去現在的三位層板裏面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當時也看到一點,就是為何堅持要這樣做呢 就是看到那個鋼針流水 那個鋼針流水,即是有空間讓它流走 有空間,即是說,可能本身那個鋼針,即是那些年代鋼針 所發揮的一些對抗拉力的作用是沒有了 所以石屎在鋼針收水的時候,它是有些鋼針出來了 甚至鋼針可能有一點點擴大 我們看到那些水,流下來的水其實是有鹽份的 因為它太近海 對石屎鋼針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更加覺得需要補救 都值得那一點的 其實我們最近同事之間都不斷去review這件事 找回一些圖片,準備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就看到多了一點 我們記得我們自己是有留到一些Grow Trip 就是留一些冠章喉 地鐵的所有地鐵結構都需要留冠章喉的 我們跟著找回我們相關同事去問 我們似乎又看不到有人做過冠章工作 冠章喉沒有冠章工作? 冠章喉就是落在一些錢流下去的 就是在隔縫之間流下去的 目的就是如果在隔縫之間有水流 又或者是見到裂痕 那就利用回後期的冠章工作 就把那些章灌回去的隔縫 那就令隔縫消失 我們跟著看完相片或者影片 我們看到流水的情況其實一直持續的 去到我們離開2017年9月之後 我們沒有什麼資料 但是離開之前其實也看到有漏水的 那就是隔縫裡面有空間 那應該灌章應該發揮作用 但是似乎我們問回同事 就問不到有灌章的工作做過 有沒有證據證明它有做還是沒有做? 灌章中國是怎樣看的? 沒有 所以我們在… 你從它客觀效果看到還漏水 所以就推斷出它沒錯 而灌章本身的工作就是 其實利用灌章喉 用壓力將一些 chemical growth PU3等等打下去 我們在離開之前其實也看不到有做到 可能我們離開之後也有做到 但是後來又看到流水? 後來我們也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沒有回去 OK 但是在2017年9月之前 其實流水的情況是嚴重的 OK 那麼就… 冠章是誰做的? 禮頓 應該要有監工的是不是? 就算禮頓做完應該是港鐵研修的 我不知道是否是全面的 因為不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就看不到那個測試計劃的 這個就要問回港鐵和禮頓 這個也是一個你們懷疑的一點 但是你怎樣看照片去論出這件事呢? 其實流水其實看得很清楚 流水本身會漏水的位置 就是說我們拍照出來看到水狠 滴水會拍照的時候有反光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看到的現象來的 而水乾了之後有沒有鹽花在臉 就知道那些水有沒有鹹味 有沒有鹹的成份 甚至乎我們都會舔 試試水鹹還是淡 況且航空站那麼近海 根本就很大機會都是鹹水 那流水本身也是對結構沒有好處 因為你不斷漏水下去 對隔縫裡面的鐵 其實都有一些 長遠來說都有一些山手手蝕的一個作用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要關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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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